服务员逃税不是新鲜事 但是政府不会再妥协 首相杜斯里安华表明 会吹饱这些有钱的大老板都缴税 政府将会全面封堵逃税漏洞 另外今晚令吉对美元下滑 但是和其他国家的货币相比 令吉势头依然正面 因此预料不会影响国家财政 同时安华再重申 政府目前无意重启消费税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的首相问答环节指出 政府向富人征税绝不手软 除了落实资产增值税和奢侈品税 政府会封堵逃税漏洞 确保超级富豪都缴税 当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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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在乎 我发现了 我们不要拒絕 我发现了 让人败币 也不要拒絕 不要拒絕 我发现了 在国内 与此同时 国盟伊斯兰党 刮拉登加楼区国会议员 拿督阿莫安扎 提问有关令吉逐渐走软 对国家财政的影响 以及政府的对策 安华解释 尽管粮食价格 特别是种子和肥料进口 因为令吉对美元呈现疲软 但是美元走强 不影响政府收入和支出 他指出 和英镑、日元、澳币、人民币 以及印尼顿相比的话 令吉逐渐依然维持正面 另一方面 再有议员提问政府是否计划重启消费税 那这一次轮到国盟土团党 当容加入区国会议员 拿督祖卡菲伯里追问政府立场 但安华指出 基于我国人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 因此政府现阶段无意重启消费税 他解释 当自己还是国会反对党领袖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个立场 安华还举例 其他落实消费税的国家 例如新加坡、加拿大、纽西兰等等 其实这些国家的人民收入 已经处于合理的水平 安华说 政府无法在半年或一年内 重启这项税务 就算之后重启 最大的前提 是得先确保人民的收入 必须达到门槛 感谢观看